所以我現在就要告訴你說要怎麼樣去算這個 雙瑕縫 乾涉的問題 OK 那雙瑕縫乾涉的話就是兩道光 那第一道光你就說來假設 第一道光就是 正不大了就是 你也可以寫成1啦 就是電場 不要忘記它就是有電場也有磁場 它是一個電磁波 我們現在先 講電場方向就可以了 用電場來做乾涉到射 所以假設它是 SineK OK 然後 另外一道光呢 另外一道光就是 Sine2 然後它是什麼 它也是我們為了要 方便計算 所以我們假設它正不一樣 其實它正不可以不一樣 那不一樣怎麼算呢 就是要用飛色後面會 教你怎麼計算它 所以另外一道光 為了方便計算正不一樣 然後K 然後再來就加上一個 這個相位差 Delta OK 好 那現在要解釋 解釋說 這個光之所以會有乾色繞色 主要是 波函數先加 加起來 疊加起來 然後 再 再去講 再去算這個強度 而不是什麼 而不是它的強度先算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算一下 假設 我們是強度相加 所以 Intensity Total 等於 等於 Intensity 1 加上 Intensity 2 那什麼是Intensity 這個大家都已經 就是光的強度的計算 大家應該都已經 看了好幾次 很簡單就是 把 這個 強度計算就是什麼 跟 這時候好像沒有Link起來是不是 啊有啦 想起來了 強度的計算是不是 Proportional to 什麼 To這個 U EM 有吧 對不對 它是一個光速乘上UEM 學過吧 OK 所以 還好有這個東西 好 所以後面就可以 編下去 那UEM是怎樣 是不是等於 2分之 F0 1的平方 那當然要再加 2μ0分之 B的平方 然後平均對不對 對吧 好 所以我就怎樣 就可以講 大概是約為什麼 因為波函數平方 平均值 平均值 OK 所以可以解釋 完全沒有錯 這個不就是 這個嗎 電廠 是 10cos kx 0 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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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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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要從這裡進來 波函數平方 去什麼 去平均值就是 你的 強度 強度就是什麼 就找到你的粒子有幾顆 就會從這裡就出發 所以 所有都連結起來 你看到這個光很重要 光可以 推導出後面那些 那個 量子物理 量 那個量子力學的東西 OK 好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我就會算啊 Intensity 1 就是什麼 就是 這個東西平方 然後取平均值 a平方 sine平方 kx kx 當然要乘上一些 常數 我們就先不管它 我們只要 管相對的就好 Intensity 1一定跟這個有關 對不對 當然要乘上一些 其他常數 我們先不管 然後再加Intensity 2 a平方 sine平方 kx ωt 加Del 然後 算平均值 那這 算平均值你會算 說不要再算 sine平方算起來就1 2分之1嘛對不對 簡單 2分之1a平方 然後另外一個 算出來也是2分之1 a平方 對吧 超簡單 我會算 好 那 這個 你看出來 強度好像也 不隨位置時間變化 也不隨Delta變化 這兩個是 毫無關係的 毫無關係的話 你算出來答案是a平方 就是說 假設真的有兩道光 射出來 這兩個之間沒有干涉 你看到就是 這條線為0 這條線 這個代表強度 你看到在這個位置上 全部都是白白一片 完全沒有干涉的話 就是 a平方的位置 y點a平方的位置 就是 有一條線 就是白白一片的概念 好 那如果有干涉 有干涉是什麼 我要先把這兩個加起來 再做 強度的計算 所以你要怎樣 你要把 phi要算phi total phi total的話你都會算喔 這兩個相加 答案什麼 答案是2a 然後cos 2分之什麼 cos2分之 Delta 然後乘上sin 這個ks 減ωt 再加2分之Delta 這裡都會算 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呢 算出這個不按出之後 i total就等於 這個平方 然後呢 算平均值 那我就不寫了 就是 平方 然後算平均值 那算出來的答案是什麼 答案這個平方有 4a平方 cos 平方 2分之Delta 然後呢 sin平方 的平均值 答案就2分之1 所以得到什麼 得到等於 2a平方 cos 平方 2分之Delta 然後Delta你可以講 可以把它 放進去 放進去 Delta就是 剛剛寫的這個 Delta你就可以 放進去 放進去 這個數字 就是 因為 Delta 呢 Delta就 等於這個 你的 這個 2pi 乘上什麼 乘上 波長分之 Delta x Deltax 怎麼算 他是用什麼 用 d在乘上 L分之y OK 他 一開始是用什麼 用Nanda分之Deltax Deltax 剛好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這兩個 狹縫之間的距離 乘上L分之y 就是那個角度 D乘上 sin c 等於 這個 這個 m lambda 就等於Deltax 你可以算出這個Delta來 所以呢 你會發現到說 把這個Delta帶進去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i total 那你看到什麼 看到的是 兩個 狹縫 然後最後造成 它會什麼 會有2a平方cos平方 那當Delta等於0的時候 就在中間位置的時候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它特別強 然後再來呢 再來會 相交性干涉 再來又加強性干涉 相交性干涉 加強性干涉 然後你會說 這個變成什麼 變成2a平方 然後這變成0 那這2a平方會不會講 會不會有能量 增加 或者是粒子增加 這種違反物理精力 已經下課了 我等一下講完 會不會有 2a平方 跟什麼 跟原本的強度應該是只有a平方 之間會有什麼 會有兩倍 跑出兩倍的 光的強度 或兩倍的 光的數目 那會不會違背物理定律 會不會 會喔 對啊正常的會 但是實際上是這樣 實際上它 光的干涉是什麼意思 是挖 挖別的地方來補 所以 原本是什麼 原本是a平方 沒有干涉是a平方 然後干涉之後勒 他挖這裡來補這裡 挖這裡來補這裡 2a平方是這樣來 所以你看還是什麼 還是能量不滅 粒子不滅 Exactly 是挖其他地方來補 所造成的 所以 你剛剛算出兩種結果 結果 一種就是什麼 就是 沒有干涉就是a平方 的強度嘛 到處都是a平方 那有干涉以後就是什麼 就是 會有 多的 也有少的 他把它挖過來補這裡 本來是a平方對不對 挖過來 挖過來變成2a平方 所以你看到 一亮一暗一亮一暗 這樣子的一個干涉結果 那實際上是能量不滅 粒子不滅 他是把別的地方挖過來用而已 所以 我們先講到這邊 下次再繼續算 OK